你會有外遇嗎? 我情緒上有說到大話嗎? 沒有啊!我沒有說大話 為什麼你這麼害怕?你心虛? 這條片不要跟情侶一起看 我認真的 你私底下看一次 你之後才拿去跟你男女朋友一起玩 你不要跟你男女朋友一起看一起做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哥仔 大家好!歡迎收看 EG大哥仔 這次是狗圍的心理測驗 你這麼開心幹嘛? 知不知道這個測驗是測什麼? 測什麼? 這個測驗是測現在的感情狀態 滿不滿意? 滿意 這是一個動物心理測驗 裡面有很多關於動物的答案 然後因為他很喜歡動物 所以他就把這個測驗帶給我 我沒玩過這個測驗 純純純知道你對現在的感情狀態 滿不滿意? 滿意 所以我跟你就可以一起玩了 大家記得準備指童筆寫你的答案 但在問題開始之前 我們這條影片的贊助商就跟我說 如果你答得適合以下的問題 他就會贊助我接下來這個月幫我交足 蛤?那我答不中未成功 我答不中我幫你交 自己交飯了嗎? surfshark VPN在全球65個國家有超過多少surfing 3200 全部都是用什麼規加密 關規啊? 難道是原規嗎? 我怎麼知道什麼是關規啊 關規 而且用它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不同地區的Netflix 例如在美國可以看到 Walking Dead 那它就沒有電腦的連接上限 頭幾天還會有無條件退款期? 30天 那如果用完不喜歡怎麼辦? 可以做它... 我不是介紹過的 現在買中有多少支? 17支 一買就會送你頭幾多個月免費? 3個月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還可以在哪裏看一條曲啊? 這裡或者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你答對了 恭喜你啊 他說今天都要放假了 謝謝你 耶! 現在真正開始來了 總共有8條問題 那8條問題呢 全部都是假如的問題 很危險啊 覺得這個心理測驗 那首先問問你 我開始覺得自己有點重複 為什麼? 是否因為你某程度上又說到謊 沒有啊!我沒有說謊 那為什麼你這麼害怕啊?你心虛? 不是啊!我因為怕那些測驗不准啊 准的 不准 好啦!那大家準備好寫下你的答案了 准不准由你告訴我們 我也會告訴你 好啊! 第一題 假如世界每天就快到了 你只可以拯救一種動物 你會拯救以下哪一種呢? 你! 為什麼這個不是怕青男友啊? 你的分數不會有去最後這個心理測驗的分數 你真 你 是 A 兔仔 B 羊 C 鹿 D 是馬 蛤?馬啊! 你是什麼? 我會是兔仔 為什麼你玩兔仔啊? 有趣啊! 有趣啊! 那為什麼我選馬你應該會知道 因為你熟馬可以騎 最重要是嗎? 因為世界每天你經常都要走動的嘛 非有隻馬可以安眠一點 這個是心理測驗的嗎? 不是辯論比賽的 不是辯論比賽的 但也要合理的 那綠也可以嗎? 綠也可以騎嗎? 我想死啊 走多遠啊 第二題了 你準備好嗎? 準備好 你在非洲旅行途中 你就 造訪 造訪 我講不到造訪 因為我還沒認識那個字 他就拜訪了 造訪 我沒有錯啊! 你不相信我 Well you visit 我一個暴落 你造訪了一個暴落 那暴落的首領呢 堅持你帶一樣動物回去做紀念品 你會選B一個呢? A 猴子 B 獅子 C 蛇 D 長頸鹿 我選蛇 我現在是在獅子和長頸鹿之中正在選 獅子賣出應該比較貴 你有沒有想過非洲族長 他送給你做紀念品 你賣出去? 那怎樣? 我要賣獅子 你選蛇的原因是因為他型 對 你運到回去 這個是非洲族長送給我的蛇 那你放在家裡 挺漂亮 那如果我這個非洲族長送給我的獅子 那也很漂亮 對 我給你敏感好嗎? 你這樣也沒有 好 第三條 你做錯了事情 那天懲罰你 要變成一種動物 你會選哪種動物呢? A 狗 B 貓 C 馬 D 蛇 貓 為什麼貓這個貓很可愛 貓你什麼都不用做著 貓是... 我都很明白 所以我這次跟你一模一樣 我都是貓 我做了貓 我不用做奴隸 讓人做我奴隸 對 我不會做馬 因為馬真的很辛苦 你就會被人做 在末日的時候 在家裡站好 第四條 假如你一種能敵 使某一種動物消失 你會使哪一種呢? 狗 Sorry 這個不在選擇之內 A 獅子 B 蛇 C 鱷魚 D 鯊魚 我會選鱷魚 我覺得鱷魚很陰濕 即是牠會突然上來看著 牠的獵物 要慢慢游過去 那我和你一樣 沒所謂 第五條 第五題了 有一天你遇到一個懂得說話的動物 那你會希望做什麼動物呢 A 羊 B 馬 C 兔仔 D 雀仔 兔仔 兔仔 竟然 你呢 選雀仔 馬就不用想 牠一個很累 一定是這樣 因為你第一題選了馬 你想想整個馬會西馬場 馬了馬了馬了 哇 你好累 好累 十幾隻 怎麼會說 好慘喔 所以 聽到馬說話一定很糟 但是兔仔聽起來比較聰明 歸兔仔 那你比較聰明 爛聰明 因為我最喜歡看Cinderella 然後他有一隻 一摸起來是個小鳥 第六題了 在一個孤島上 你只可以選一種動物來陪你 你會選哪一種呢 嗯 A 狗 B 豬 C 母牛 D 雀仔 我會選狗仔 我會選狗仔 懂不懂說話的嗎 應該不懂了 對不起 那選狗 豬你不會想跟豬說話 即是牠會不斷跟你說 牠會很餓 很慘 如果我不跟你說很餓 那怎麼辦 在這個現實中 我好像是豬一樣 我會說很餓 很餓 糟了 不用這個心理差異 你已經知道了 那我會很快地吃掉你 下一題 第七題 假如你有超能力 可以純復所有動物 你會選擇哪一種動物來做寵物呢 A 恐龍 B 白老虎 C 不極紅 D 豹 突然之間的形象升級了那麼多 這些動物全都會有型 炮 恐龍 炮是最型的動物 炮是最型的動物嗎 炮只不過是一隻短毛的貓 恐龍不用說一個字 一 這隻手很短 如果是養長頸龍 三角恐龍 其實大家小時候有沒有看過小腳板走天鞋 對 如果是養這些 都可以的 但如果是養的那些 手又短 口又臭的那些就不要 OK 第八條 最後一條 假如你有五分鐘的時間 可以做一種動物 你會選哪一隻呢 A 獅子 B 貓 C 馬 D 白鴿 我都是選貓的 五分鐘 五分鐘也好 你做獅子 各位觀眾 所以你們都記住了 你們都記住了 我們現在就去開股 記得在開股之前就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就追蹤我和他的社交平台 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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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說在現實生活中 你會被哪一類人所吸引 A 即是選了兔子的朋友 就是一個有分裂的人格 外表好像冰 但內心很刺激的人 我是選了兔子的 你一定有人有分裂的 我有嗎? 你覺得我有人選分裂的 那是不是外表冰 我去心思意 不是 怎麼轉呢 有沒有例如 你會突然變得很快 雖然不算是人格分裂的 我會跳得很快 對的 選羊的朋友 就是重視順從 而且溫暖的人 即是那些很順 很溫和的人 謝謝你的解釋 然後選六的就是 優雅 又有禮貌的人 其實你應該選六的 好可惜 我不是選六 我是選馬 即是不受約束 有嚮往自由的人 其實我想 雖然大家一看下去 都會以為你是六的 即是很有禮貌 即是他騙到人 不是這個意思 即是大家看下去 會覺得你比較像六 但其實我認真地想 你真是馬 類型會比較多 真的嗎? 你想一下 你在英國讀完書之後 你自己去到日本 在我剛認識你的時候 我也覺得 這麼夠薑 即是會有這種感覺 第二條就是 哪一種求愛手段 最容易令到你懲罰自禁 我們搞了什麼 我已經忘記了 我也忘記了 求愛手段 你先看著 你先讀出來 我是不是要讀的 所以沒關係 第二條 A就是猴子 猴子就是有創造性 從來都不會令你感到無趣 那boy呢? 即是獅子 即是我 即是你 直來直往 直接告訴你 他愛你 好像 很合理 好像挺合理 很合理 對 C即是你 射 即是你應該要做的事 心情搖擺不定 忽然不熱 猶豫不定 我不要 我不要 誰會喜歡這些求愛手法 我不要 我不要 再說一句 B 長頸鹿 有耐性 對你永遠不放棄 那你就長頸鹿吧 對 好 好 你只是幫我捏長尿 好 第三條 原來就是 你想給愛人怎樣的印象 好緊張 我究竟給了什麼印象 是你想 不是你給了什麼 這樣 A選了狗的人 就是忠誠忠實 永不改變 B 就是貓 就是有個性的 即是你想給你的愛人 你有個個性的印象 就像你之前的個性是那樣 可以拿來看嗎 沒有了 沒有了 個性是指甲 沒有人會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會點多漂亮 我上網搜尋一下 我搜尋不到 你知道我之前搜尋過嗎 因為那個甲的設計 就是一個甲裸色的 上面有一個黑色的點 然後我去搜尋 黑色點指甲 然後出來全部都是大橙男才笑的 C是馬 就是樂觀的 很簡單 D 就是蛇 就是可通用的 即是可以萬事有商量 為什麼這麼多這麼好的選擇 我們不選擇 我們選擇了個有個性 我們也不是這麼好的情人 沒關係 我們也是比較 有個性 有個性 到第四條 第四條說的是 你最討厭的個性 哪一個個性 會使你和外人分手呢 A就是獅子 你的愛人 驕傲自帝 表現到好像一個獨裁者 會令到你很生氣 我又誤會 我希望你可以 驕傲自帝 對 可以的 就是可以表現 我是男人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B就是蛇 對 情緒化 太過喜怒無常 而你又不知道應該怎樣可以哄她 好像我的 幸好你不是選這個 C 鱷魚 我們 我們選擇的 無情、冷血 有於串救人 對 對 我會串你 沒事 OKOK 我們感情 狀況OK 鱷魚 不安全 即是沒有安全感 這個沒有安全感的 鱷魚就是這樣的 第五條 原來就是你想和你的愛人 去建立一段怎樣的關係 這個很 很serious的問題 對了 選了A的朋友 即是羊 你們兩個就不用多說話 用心去溝通 對方就自然知道你要什麼 B 即是馬 你們兩個是可以聊任何東西 沒有秘密 C 偷仔 即是我 一種令到你可以一直感受到 溫暖和戀愛的關係 好像挺合理的 那我做不做到 做到 你做不到的時候會肯繼續做 D 你跟愛人不只關心現在 亦都關心未來 一種可以跟你一起成長的長期關係 我覺得很重 糟糕 大個仔 第六 這條我受到有點緊張 你會有愛嗎 嚇死我 咦 我們選一樣的 我覺得A 我們回去A A是什麼 A B 即是狗 你重視社會和道德規範 結了婚之後 你不會犯這樣的錯 那還沒結婚 還沒結婚 還沒結婚 我啤完你之後 我也是選狗 是啊 B 有沒有朋友選了B 有沒有朋友選了B B B 真的選了G 等一下 先看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即是在放島那裡選了G來陪你的朋友 你恩住了 因為 你無法抗拒欲望 很有可能會越軌 哈哈哈哈 哎呀呀 哎呀 哎呀 哈哈 你有沒有朋友選了G 留言 一定要留言 還要Tap 這個伴侶 哈哈哈哈 牛啦 沒有牛啊 選了C 沒有牛的人就是 你不會主動 但也不會拒絕 但你會很努力地試一下 不要這樣做 嘗 嘗 裝傻 對 大家是不是以為選了G 一定是最糟糕的人 不好意思 如果你是選了小鳥的朋友 麻煩你好這樣反省一下自己 哈哈 你從來就不夠堅定 事實上 你不適合結婚 嗯 而且你是完全不想做成路 哦 準不準呢 你們覺得 你選了那些答案 幸好你沒有選 那些 幸好我也沒有 好可怕啊 這個答案 神經病 這條片不要用情侶一起看 我認真的 你私底下看一次 你之後才拿去跟你男女朋友一起玩 你不要跟你男女朋友一起看 一起做 我沒見過三條還沒說 哈哈 所以淋巴尾就算 好下一題 第七條 第七條就是對婚姻的看法 哎呀 我選了恐龍 A 你非常消極 哈哈 哈哈 你不熱內有快樂婚姻的存在 什麼叫熱內 你覺得結了婚就會沒有自由 不是啊 因為不用結婚都可以沒有自由 不是啊 我可以而已 我不是說你 這樣的 我說都可以 所以沒關係 你有沒有有意見 沒有啊 還沒結婚我不知道 什麼 還沒結婚我不知道 B 白老虎 你認為結婚是一件很珍貴的事 一旦結婚 你會很珍惜婚姻和伴侶 其實我也想過白老虎 但是因為 哈哈 其實我也想過白老虎 因為白老虎和跑都很漂亮 C 不極紅 你很害怕婚姻 你認為婚姻會奪走你的自由 哈哈 好像我也沒有選不極紅 嗯 是不是D 我現在不敢有什麼意見 因為我不知道我有沒有 D是很搞笑的 你記得我剛才叫你說一次這句嗎 不記得我 不要緊 拋了 選D的朋友 你一直都想要結婚的 但是事實上 你甚至不知道到底婚姻是什麼 哈哈 哈 你剛才跟我說的想 沒有啊 我還沒結婚 哈哈 哎呀 壞了 最後一條 就是你現在對愛情的看法 我 就是A C子 你總是渴望愛情 能夠為愛情做任何事 但是你不會輕易地導入情亡 即是怎樣 即是不就是喜歡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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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答案衰 B 是貓 是壞東西來的 你這樣子 你非常之 以自我為中心 因為愛情對你來說 是可以輕易得到 用人放棄的東西 不是啊 不是啊 你去哪裡啊 不是啊 我選 你給我看 掃墓前 我選D的 哈哈 哈哈 有6 大2 我敢說 對我還不會跟白鑑那個鑑 哈哈 哈哈 我幹嘛啊 我幹嘛啊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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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C 即是馬 你不想被固定的關係綁住 你只是想處處調情 幸好我不是這馬 幸好我不是這馬 哈哈哈 D 夾子 吃我了 什麼啊 你認為愛情是兩個人互相的承浪啊 Dolly 真的啊 我選這個 我不是選 我不是選 我忘記了 哈哈 我不是這種人 我怎麼會記住呢 哈哈 好啦 結束了 請問你覺得這個測驗準不準啊 沒有 最後一題我都覺得很準的 為什麼最後一題是這樣 真的不準 是嗎 我覺得最後一題很準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接下來我會和大家繼續拍多些心理測驗的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還有他的IG 好啦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